下面我们说一位济南的厨师 他找到我们爆料说 他工作的那个饭店有黑幕 实在是没法干了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前两三天了吧 他就让他泡上那个豆子 泡上豆子就是找老鼠的 找老鼠的时候 老鼠不是有那个袋子吗 就有着呢 嘴里摸摸就满了 昨天就开始让他调那老鼠的尸 泡两三天不就泡好了吗 那老鼠屎也跑大了 豆子里竟暗藏老鼠屎 拿这些豆子又是干什么用的 一提这个李师傅直呼太恶心 实在没办法 想想这事我就想吐 到中午我没吃完 我吐了一梦子 到下午就把这个调好那豆子 铲上点仙菜顶 放下点小红米酒 美珍酒 多成沫 加上蒜蓉 这就抽好了 现在抽好了 放着大厨买 李师傅说 他们也劝老板不要这样干 可老板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 我跟他说这个东西不能用量 没法用 这个不要紧 这个不要紧 得我铺着这都是中药菜 老鼠屎是中药菜 事情是否真的如李师傅讲的那样 记者来到了位于济南历城区 建大商业街的这个美食城 李师傅所在的餐馆叫做梁记家常菜 记者看到了摆在显眼位置的黄豆咸菜 还没开始卖吗 卖没卖 停下来三块钱一碗 三块钱一碗 临近中午 不少同学来到美食城吃饭 美食城里做的是满满当当 人最多的时候还有等位 梁记家常菜的摊位前 也占了四五个点菜的同学 你这小钱菜卖多少钱 这小钱菜卖多少钱 两万 两块钱 卖怎么样 光卖这一块 你刚做的 下午两点半以后 饭馆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 记者跟随李师傅来到了饭馆的后厨 李师傅拿出了用桶装的黄豆 这块不点豆子 全是肉质实的 都是泡起来 泡大了 这后厨 你又不是挑出来 还有这种虫子 这是什么 这是蟑螂 小蟑螂 这种豆子放在做什么 有很长时间来 现在被用来做什么 就用来做这种咸菜 对 我说是生物就没做这份 我心里就 替学生担心 在饭馆厨房 不光是泡了老鼠屎的黄豆 拿来做咸菜 李师傅拿出的其他菜品 更是让记者大开眼界 这是好长时间了 你师傅说 你师傅说私底下大伙还给老板起了个外号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人是既恶心又气愤 我的同事说 他当时看到这一幕出门就吐了 确实不像话 记者现场给监管部门打去电话 进行举报 下午四点半 历城区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家饭馆 对厨房做了检查 掺杂了老鼠屎的黄豆 那饭馆的其他人清楚吗 工作人员联系了餐馆的老板 很快餐馆的梁老板赶了过来 当着记者的面 店老板把李师傅往外赶 而对于这些豆子 人家说用的也已经是挑过的那些 咱们有那么多种种的 咱们快出挑了点 咱别问咱别人 小事往里面说 行老师 你别做 你该干吗 干吗 老师 咱别我们猜 你肯定是不肯定是 你要这样你的 咱怎么说 你这样你这什么想 严重的事 没有办公所 起点毛续 还起点矛盾 就是坐在晚上 住这肚子 先洗一肚子 现在给我说 你拿钻子去了 因为它是不是 也没定价 也没定价 也就是说 这个豆子里边 有黄豆豉这个事 您知道的 但是呢 您没打算要卖 没想到他自己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 没打算卖 那他炒成了咸菜 您见到他钻上桌 要卖给你学生了吗 没有 没见到 我就是没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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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记者的询问 梁老板一口咬定 黄豆咸菜是理事不摆的 不是自己拿来卖的 可就在中午 他是这样说的 还没开始卖吗 卖没卖 再听一下 三块钱一碗 三块钱一碗 你这小钱还卖多少钱 这小钱还卖多少钱 两万 卖怎么样 刚卖一块 你刚做的 在经过调查取证后 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将对取证的黄豆 跟成品咸菜 拿回去做化验 如果发现问题 将依法对饭馆的负责人 给予处罚 豆子里面竟然掺杂着老鼠屎 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在这个美食城里 像这样的小店有不少 那么类似的情况 会不会发生 他们有没有相关的 经营许可证呢 继续来看 记者调查 现在我们就来到 这个七家一美食城 这里是在山东建筑大学的西林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美食城里面 一共有十几家小吃店 来自成本